鄉親十多好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時代議新聞十字 極地超級馬拉松的好手 冬冉浦 創下滾仔航 亞洲人的空前紀錄 一百週過的山姆 高山到平原 拿到四大極地超級馬拉松順匯賽的 全球中冠軍 日空一半年 也在布丹和平島的超馬賽 拿到冠軍 十萬年來 冬冉浦 付出到無所謂冠水和麥塞 就是一直堅持照理的妄想的路頂 二十五歲那年 再來減出到納翱鴨 體重剩四十多公斤 他不敢讓北部知道 是跟一個人對控感情 日空一九年的紀錄片出發 紀錄到冬冉浦 十年來的水電和努力 也讓人看到他的勇氣和努力 丹岸破混沌的故事 做回來看 如果我還能跑 我就會跑到奔跑的位置 早過鹽狂的沙漠 冠山很冷的冰河 極端落山百萬口淹 台灣之後 極端敲碼選手丹岸破 不斷敲碗電風挑建主幕 天天村隊友榜上不怕死的精神 我都沒有什麼休息 因為我怕被氣卻 四天已經跑了將近三百八十幾公里 很遠很多山頭 可是我今天睡不了 好累喔 真的好累喔 夏威卡布 用心走過每一春的土地 丹岸破用減的努力和心力 度過險境 日空一九年的紀錄被出發 反正紀錄於十年來比賽紀錄 竟然是丹岸破三十三年的人生中 超過三分之一的生命故事 讓我最感動的是看到我阿嬤 爸爸媽媽給我驚喜 就是推阿嬤出來在後面 因為我是小時候都給阿嬤帶大的 阿嬤看到一半的時候就 會一直講話說 阿嬤現在開電影 是開電影公司喔 然後就其實我覺得很棒 能夠把奮鬥的過程跟家人分享 這是最棒的事 看一次看一次看一次 看一次感動一次 每一看一次就越了解我兒子 就知道他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他已經比那麼久了 我已經慢慢的適應他去比賽的 過程跟環境比較不會 動不動就想然後又哭出來 但是這次電影看完之後 那我一想到過程會要開始哭了 手提中華民國國旗一直向前走 走到終點的那一刻 彈彈彭人不住情緒情急動 整個肚子一直刮一直哭 在南極酒率地這個圍面 給人感動 因為他沒有拿到 四大極地超級馬拉松順會比賽 全球的總冠軍 也是阿舟頭一個在那一年來 完成四大極地比賽的人 創下空前的技能 把我所有的體力全部耗完 然後到終點去大吼去大叫 因為對我來說那是一種 所有成績已久壓力的抒發 但是因為我們跟每一位選手 都像是朋友以上家人 所以對我來說這個溫度 是放在我心裡面的 很多每一場比賽回憶 都是最真切的記憶 看他每一次比賽啊 然後讓我 我就穿到內心深知 就是他大聲的寒 我就很心態 回國東南極運動的過程 跳天分自小巷就表現出來 自小巷就接觸第一輪 是競速花輪比賽最幸運 他升到國中的時候 變成他人生中重要的專變點 東南極在生元國中的時候 他要去的地方的夢想 是有生命安全威脅的地方 所以他的夢想 建構在那裡的時候 你不可能只是對他嚴厲嚴格 那是要用嚴苛 你甚至要苛刻 那種事情都要 催眸求知的要求他 這樣子才能讓他練出一些本事 他高中的時候 東南極有困難 不肯定不肯定 他幾天 甚至連風台天都在練造 厭惡心理所謂在學生時代 所拍的基礎 也讓東南極在後來比賽 創造好心情 小時候坦白講 看到那個恐怖的那個 那個電影啊 絕對不敢自己睡覺 絕對跑去跟我們睡 那又怕黑 然後又怕難 你很難想像說 他小時候是這樣 長大是這樣 不一樣 日光控制年 東南極第一次 對蕭馬前輩林彌結 作為政見北京 當年他只有日月 在過年 他國家林彌結頂三人做團 參加自北極的六百五十公里 極地馬拉松比賽 在到團體組第三名的好生情 準備補頭 日光控制年 東南極下定決心 開始要挑戰主機 去參加喜馬拉雅山的蕭馬比賽 應該是覺得說 我不想要我人生只有這樣 在我還沒有跑超級馬拉松的時候 我還沒有什麼人生的目標 但是我知道 應該是要為自己去做些什麼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雪地裡面 橫越六百公里過 然後你手機是沒有任何通訊的 你沒有辦法跟外在的各種任何人聯絡 你就只有去專注在你的呼吸上 然後你每天的行走 你可以感受到你自己 那個就是自己 我才發現原來這是我存在的 這種感受 我相信這次嚴酷的賽程 東南極一步一步定不飄 要在那五年來 照片七大舟八大船的極地超馬比賽 嚴酷在那日光一年 明雲刷街均生笑 一五歲等人撲閉 很突出地獄 嚴酷人 很動力的醫 最好我們媽老婆老婆 自己對抗白魔 竟然讓她別想要放棄 她是不想讓我們兩個擔心 但是在我們父母的立場說 這個事情你是怎樣都不說 那個當下我實在很想打她 但是也打不下去 因為她就躺在那邊怎麼打她 然後想說這就是過程 這邊的開刀 我的體重從六十二公斤 瘦到四十多公斤 然後只能吃柳子的食物 一直吃冰 一直走 後來之後開始恢復的時候 連五公里都跑不完 所以我覺得很痛苦 因為比賽要跑 兩百五十公里 七百公里 可是我跑不完 五公里 那一刻就是快要放棄了 因為不管嘗試了大概 連續一個月 兩個月 半年 八個月 沒有辦法回到以前的狀態 會堅持下去的原因 我覺得是 我必須要去認識不同的選手 去聽聽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 日空一日年 當然北京過在了順利福館 持續條件 三部的蝦馬賽 在日空一三年五月 成功走完澳洲五百十公里 內陸蝦馬 換完賽 進行財政目標 處於世界七、八、八、三 蝦馬大萬館 竟然創下所有 完賽選手裡面 最少年紀錄 完成幾千 第一的榜上 所來競爭在這幾年 四大極地比賽出的最高的總結婚 提到總冠軍 四大極地比賽 比美國時代十字平衛世界上極限的 耐力賽之秀 在一年來 早完阿吉沙拉帥 中國有病 至於阿塔加馬 帥跟南極平原 總共一千公里的賽程 總之分完成的時間上帝 接到這條大門館總冠軍 竟然有人說這是地球上 最痛苦的比賽之因 為五十三桌的高雲到零下二十多 超過了是七十三桌的口減 這能夠是人類內地的終結比賽 好等阿伯 百便臨四四關頭 阿伯 來分 virgin 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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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溫是五十六度 吹焚风 水只剩一点点 我进检查站的时候 整个就热衰竭 接近热中暑 整个就昏倒 那那个时候 医生原本要判定我 就是要先把我强制 在检查站停留 等到状况好 才可以继续参赛 因为我看到后方学生来了 我就跟大会儿讲说 我没有问题 我休息一下 然后补完水我就出发 那时候接近热中暑 所以几乎在岩石附近 已经几乎是血尿 后来是用什么样的意念 趁过来 不管民事是如何 我常常说为了爸妈 要在中间等我 我还是要进群立到中间 我还要求我先去上海 然后到晚上 人家传照片就说 你们这儿怎么有事了 因为我天空就没去隔壁了 就看到他们了 我们两个在那儿 看到这种照片的时候 我靠下来 很担心的靠 那个过程 如果没有人叫他 或者没有人叫他 三天 有可能热衰竭分泌 你就可能 邺魂 你給她 國畢暫時東南部 做運動員十九年來的 老闆老婆頭一次到現隆去參觀比賽 就是她未失望最接近的事情 加在最后在今天的選手的鼓勵 和幫助之下才成功到重點 十多極地比賽的七港人美賽典 東南部 加來自四十個國家 一百三十一位選手比賽 不讓大家希望在到世界冠軍 日後一半年 今少年山地不丹 和平島拿到超馬賽的總冠軍 嚴國情戰極地 經過一年過一年人生危險 東南部 一段時間並沒有像所示威 這麼簡單 那個時候我幾乎沒有任何存款 比賽一般 報名費又很貴 也沒有任何人脈 我也不想靠爸爸媽媽 所以我朋友給我企業的百大名字 我開始慢慢打電話 成功機率 大概被當作詐騙集團 被嘲笑 成功機率 我被拒絕九百九十八次 可以這樣算 千分之二 為了出國比賽 東南部 可憐勇義 在超馬比賽的勞償金 已經跟花國自己寫起碼 慶經費過程很難 面對親人的煩惱 和放送期間的對控 東南部 抹到北部 冷靜 流出家庭激勵 大學大三的時候 一堆基地裝備 半年沒再幫媽媽講話 開口的時候要借錢 那飛機轉機的時候 手機亮出那種 SMS簡訊 然後看到後來之後 原來就是媽媽打說 他們都是擔心我 他們很捨不得 然後希望你可以平安回來 就是媽媽愛你 那一刻就化解心裡面的 跟爸媽的這種一些摩擦 記得她剛開始 出去比賽的每一站出去 我們幾乎都沒辦法睡覺 一個孩子出去 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們就擔心到她 回來在機場 碰接她的那一刻 她有辦法現在放下 現在就有辦法睡 因為就是知道 她有人陪得出去 至少有什麼 你擔心的話 還有一個人可以聯絡得到 去找一次 好 沒說 就說好 那不是馬拉松 那是5K路跑賽 不要以為我們在馬拉松 馬拉松是12公里 離間後 跟爸媽在搭水庫 是家裡人感情很好的表現 不然不讓生 要不喝極力很危險的條件 等於破壞爬木 剛開始是警告的反對 到現在轉為點點的支持 那些警告有那麼多 勇敢面對困難 當自身在基地 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你可能連續三四天 沒有看到任何人 你就會開始回家 你會去懷念 因為我們第一個想要吃想 就是食物 想要吃媽媽的東西 對我每一次比賽最大的支持 就是比完賽我辛苦過後 我要回來家裡 只有彥博說 媽媽我明天要回來吃飯 我才會做一點點的菜 真的 真的 她真的幸福 雖然說現在在蕎麥的領域 但南北已經收好成舊 不過有台灣志工的公款 以以往保持很欠喜的態度 勇敢最健衷 對我來說 跑步現在變得很自然 它是一種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就像鳥要飛 像魚要遊 其實就這麼簡單 很多人會說 坐著跟人家要利用 你為什麼要坐著 因為有些事情 它是不需要利用的 如果我還能跑 我就會跑到我不能跑為止 走對東北來講 是單純的節愛 對到今天超級馬拉松以外 他又叫的條件 學校學系的運動耐力賽 要逛就極端跟志路前進 我希望自己在35歲的時候 我希望讓自己成為是一個 極地冒險顧問 所以我現在還必須要去 學卡亞 二極流域的蜻蜓 那明年的紐西蘭新西蘭比賽 必須要滑70公里的 二極流域的卡亞 然後之後再騎mountain bike 之後再跑步再游泳 現在讓自己就多學習冒險的 這些的領域的技能 謝謝曾經那個努力的自己 也希望未來 你也可以교取得次受 他媽媽的聲音 留著這段路綿 下面才有 我們有機會 去看你們 有才能 要 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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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謝曾經那個努力的自己 也希望未來 你也可以謝謝現在所做的選擇 就是堅持 不要忘記這個初衷下去